哈囉大家好,我是王欣慧 在這系列的影片,我將會用最簡單的方式 來教大家如何使用Arduino 由於教學內容會有連貫性 建議可以依照順序來觀看影片 在之前的影片中,我們已經學會如何控制LED燈 而在這支影片,我會教大家更進階的 控制LED燈的亮度 要控制LED燈之前,我們要先了解什麼是數位、什麼是類比 我們可以用遊戲手把來比喻 通常遊戲手把右邊的按鈕可以控制角色的跳躍 左邊的搖桿則可以控制角色的移動 輕輕推動跟大力推動 角色移動的速度也會跟著改變 右邊這種按鈕我們會稱為數位訊號 因為對電腦來說,只有按下去跟放開兩種狀態 而左邊這種搖桿我們會稱為類比訊號 對電腦來說,它可以讀取很多種狀態的數值 也就是說,只有兩種狀態的訊號 我們會稱為數位訊號 而很多種數值的訊號,我們會稱為類比訊號 回到Arduino上 我們會用兩種狀態的數位訊號 來控制LED燈的開與關 也可以用來讀取、按鈕、按下去或是放開 這樣兩種狀態的訊號 而類比訊號則可以用很多種數值的狀態 來控制LED燈的亮度 或是讀取光線或是溫度 這種各種數值的訊號 所以,數位輸出、數位輸入、類比輸出、類比輸入 可以說是Arduino最重要的四個功能 你必須要了解什麼時候要用數位 什麼時候要用類比 不過,其中類比輸出比較特別 這種訊號需要用到比較厲害的開發板才有辦法做到 Arduino通常是沒有這個功能的 因此,在Arduino上 我們會使用PWM訊號來代替 PWM訊號的原理比較複雜 所以我在這邊就不多解釋 你只要知道 在Arduino上 PWM跟類比輸出是相同的意思 我們待會也要使用PWM類比輸出 來控制LED燈的亮度 我們來看一下Arduino開發板上面的字 在Digital的旁邊有PWM這個字 後方有個波浪符號 這就代表D-PIN中有波浪符號的這些號碼 才有支援PWM的功能 所以如果要控制LED燈的亮度 你就必須要連接到有波浪符號的地方 待會我們要控制這顆LED燈 讓它隨機調整成不同的亮度 電路的部分跟剛才相同 但要注意 控制亮度需要連接到有波浪符號的D-PIN 程式碼的部分 你只要跟TrackGPT說 你要調整LED燈的亮度 這樣子TrackGPT就會知道 你要用的是PWM類比輸出 這時候TrackGPT給的程式碼 就會有AnalorWrite類比輸出的功能 在這個程式碼後面放的數值 不是放High跟Low 而是放數字進去 0代表的是最暗 255代表的是最亮 你可以自己更改成不同的數字 來調整這顆燈的亮度 而在這個範例中 我希望這顆燈會隨機調整亮度 因此 在程式碼中 還會出現Random這個隨機的指令 將亮度在0到255之間做變化 程式碼這邊寫256的原因 是因為在Arduino的Random指令 最大值不會包含它本身 因此寫256跑出來的數值 才會在0到255之間 好了 到這邊你已經學會 LED燈的各種控制方式了 你可以發揮創意 去思考這些LED燈 可以做出什麼有趣的效果 在下支影片 我會加入按鈕的部分 透過按鈕 你就可以開始控制LED燈 做出有趣的裝置了 如果影片對你有幫助 記得要按讚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喔 掰掰 請繼續訂閱 按鈕 按鈕 選擇 請雷 按鈕 分享 感谢观看